你只要是上班族幾乎不可能 為什麼 每一個上班族都在抱怨 抱怨他的同事 抱怨他的喪失 抱怨他的休假 抱怨他做的事情 那個能量是螺旋下降 我已經看透這個遊戲規則了 沒有那種上班很開心很快樂的 沒有 有的話是裝的 大部分的人都想著要離職 然後又辦不到 所以他們也不去實踐實踐什麼 比如說我想要離職 離職我需要多少薪水 才能夠撐住我現在的所有的支出 然後再往回推 每個月的月收入要多少 一年要賺多少 然後投資什麼才有這個可能性 那我應該去嘗試什麼 然後他們都會很怕失敗 這個是跟學校教育其實有一點關係 總是怕失敗的時候 這個賠光 那個賠光最後什麼都沒有事 然後最後結局就是 所有的可能都是在自己的大腦裡運作 偏偏 我們大部分的人只看手機 手機裡面的內容 不一定是真的 我是覺得紫本的教學反而會比較好一點 我是看紫本 又看YouTube的教學之後 把它融合起來 你就會